全球市值最大的苹果公司 是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去年大赚457亿美元 不过公司最赚钱 并不等于员工的赚钱能力同样高 苹果员工人数116000 即是每名员工一年之间 帮公司赚大约39万美元 每名员工赚钱能力 只是全球排名第七位 至于其余出名的企业 例如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 每名员工赚钱能力全球排第八位 社交媒体Facebook去年盈利 虽然不够苹果和Alphabet 不过公司只有17000名员工 每名员工帮公司赚近60万美元 员工赚钱的能力 是一众科技巨企之中最高 全球员工生产力最高的公司是哪一间呢? 根据一项员工盈利能力调查 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的 分别是金融海啸时期 贫乱破产边缘的两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 两房诞生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 华府为了促进楼市发展而成立 收购联邦政府发放担保的房贷 提供楼案供应 60年代银行楼案业务资金短缺 资本市场和房贷机构中间建立中介机构 收购零售房贷转换成债券 出售给投资者 形成房贷二级市场 在机构投资者担保大量低信用的贷款之下 次案就成为2008年金融海啸的元凶 当年两房股价由2007年的超过60美元 大跌至1美元以下 市值蒸发九成 华府最终要接管两房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 两房也走出阴霾 2012年开始扭规为盈 到2016年两房的纯利超过200亿美元 其他上榜的企业有三间内地代表 包括股王腾讯控股 内银股浦东发展银行 和轻业银行 分析认为环球经济将会继续改善 传统金融业有望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员工盈利能力排行榜 两房和金融机构排名继续高企的问题不大 但相信新经济企业盈利增长会超前 单二业绩表现计算 科技企业表现会更胜一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